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希望知識越南新聞主持人芬妮 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內容有 對選舉改革法的反對聲音 喬治亞州州長說 我們不退縮 生前遭憤怒死後變憤怒 清明節天教墓地再被聚焦 再改川普政策 拜登不動聲息恢復對巴國運作 週六全美爆發三起槍擊案 六死九傷 紐約治安惡法 州共和黨領袖說政策失敗 下面我們來看詳細內容 喬治亞州州長布萊恩·坎普 布萊恩·坎普 週五表示 在反對選舉改革法的激進主義者 和企業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下 州共和黨領導人並沒有恢復 坎普在福克斯新聞上和主持人卡爾森說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無退縮 Kamp在3月25日正式簽署州選舉改革法案 三法取消了無理由的缺席投票 選民必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才能申請郵寄選票 並設立選民登記系統 交叉檢查選民資格 缺席投票箱將放置在投票站內 而不是放在街上 之後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可口可樂公司和達美航空等大企業和機構 都表示反對選舉改革法 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上週宣布 將2021年全明星賽 撤出喬治亞州的阿特蘭大使 而達美航空首席執行官巴斯蒂安 就說這個法律是不可接受的 不符合達美航空的價值觀 Kamp 告訴卡爾深知 喬治亞州共和黨領導人 將堅決反對這種憤怒的行為 他說 投票通過這項法案的立法機構成員 是正式當選的 他們不會退縮 而且人們正在抗議 因為他們擔心接下來會有什麼運動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會有什麼交易 在明節假期 不少中國民眾都回鄉數目 這幾天墓地太貴 死不起等話題又在大陸廣泛討論 近年來 隨著中國一線城市房價暴升 墓地價格也跟著水漲船高 尤其在北京、上海這些墓地的價格 大約每年上升10% 對很多普通人來說 動不動就40、50萬、甚至上百萬的墓地 根本就買不起 民間更有 生時買不起房 死了買不起墓地的說法 中國幾千年都有入土為安的說法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 辛苦了一輩 希望死了之後可以得到安息 因此對墓地的選擇也看重 但墓地價格的升幅 令人跟不上節奏 老百姓正經歷著 銀包和精神的雙重刺激 據《新經報》4月1日報導 位於北京昌平的天壽寧園 一套雙月納碑墓地 起售價43萬 墓地銷售人員說 近年來墓地價格持續飆升 每年平均升幅超過10% 上海自尊園的銷售人員說 墓價和房價一樣一直在升 遠區墓地最低墓價11萬 其餘墓區價格上不封頂 百多萬二百多萬的都有 銷售人員說 該園區價格最高的墓地 佔地5平方米 每平方米單價高達20萬 實際上 不僅是北京上海 全國的墓地價格都在上升 網友錦炭說 清明時節與紛紛 一文無價欲斷雲 這個徵就是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死無葬身之地 另外有數據表明 中國殯葬消費 正以每年18.9%的速度迅速攀升 殯葬業早在多年前 就進入中國十大暴力行業 根據中國最大的殯葬服務提供商 福壽園2020年度的業績報告顯示 去年總收益是18.9萬萬 較去年增長4,200萬 增長了2.3% 其中墓園服務就佔83.4% 面對高調上升的墓地價格 很多老百姓感嘆 生前做房奴死後變憤怒 還有人說說 房價上升是要我們好好工作 油價上升是要我們好好節約 肉價上升是要我們好好減肥 墓地上升就是要我們好好活住 有人欺言 千萬不要因為生活困境而致尋短見 因為你死了 你的家人會因為你的墓地 而更陷入困境 還有網友說 現在我國普通民眾陷入了買墓地難的困境 因此老百姓決定再苟然殘存多活幾年 請領導先死 拜登上台後更改了很多川普時期的政策 星期六 拜登再次少言無聲地恢復了對巴勒斯坦的外援 據福克斯新聞網報導 在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處 星期五公開承諾為巴勒斯坦的弱勢群體提供 1500萬美元援助後 國務院在星期六郵通知國會 拜登政府準備為巴勒斯坦地區提供近7500萬美元的援助 由於美國2020財年的預算中 已經包括了這兩筆撥款 這兩筆撥款不需要國會進一步的批准 但是由於川普政府完全禁止 為巴勒斯坦提供援助 因此在拜登執政前 這兩筆款項都未有到位 自從川普政府2018年5月宣布 美國駐以色列使館遷往耶路撒冷後 美國和巴勒斯坦的關係就非常緊張 川普政府在2018年8月 完全撤斷了和巴勒斯坦政府之間的關係 之後宣布停止對巴勒斯坦總價值2億美元的外援 拜登政府沒有公開宣布 他恢復對巴國援助的消息 是為了不影響支持以色列的美國民眾 對中東立場的關注 美國務院發言人 Net Price 普萊斯對媒體說 拜登政府之次恢復對巴勒斯坦提供外援 他說 我們仍然認為美國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 包括美國對巴勒斯坦的金融支持 都符合了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利益 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 也符合我們夥伴以色列的利益 我們會在這方面進行更多的解釋 福克斯分析人士認為 雖然拜登可能不支持川普政府解決中東問題的兩國制 但是他歡迎川普政府的一個外交成就 就是川普政府促成的 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國家達成的 阿伯拉罕協議 該協議在以色列同意 暫時終止在加沙地區建居民區的情況下 恢復了以色列和幾個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正常化 拜登曾稱讚阿伯拉罕協議取得的外交成就 並承諾會繼續促進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 星期六 美國的北卡羅來納州、馬里蘭州和阿拉伯馬州都發生槍擊案 造成共六人死亡、九人受傷 北卡羅來納州Wilmington-威爾明頓警察局表示 在一個家庭聚會中 屋內發生了槍擊 七人中有三人已經死亡 其餘四名受害者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警方目前還未找到槍擊案的疑犯 馬里蘭州布林斯-Georges County 喬治王子園警方表示 警方在社區巡邏時聽到槍聲 之後發現車內的兩名男子和車外的一名女子死亡 阿拉伯馬州塔斯卡路撒市的一個酒吧 停車場的槍擊事件 至少五人受傷、傷勢不明 警方說已經拘捕了多名疑犯 近日在加州 科羅拉多州和喬治亞州 也發生了多起槍擊事件 3月31日 四人在加州橙縣被殺 包括一名九歲兒童 上個月 科羅拉多州一家超市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 造成10人死亡 還有阿特蘭大三家按摩店的槍擊事件 造成8人被殺 其中6名是亞裔女性 近期 在紐約對亞裔的無端暴力事件頻發 令很多華人感到擔憂 有評論說 紐約的刑事司法系統 已經惡化到危險的程度 紐約眾議院少數黨領袖 Will Barkley·巴克萊 2號在大紀元的立法專欄中發文說 在州立法機關和紐約市民主黨人的領導下 大家眼見新的假釋和保釋政策 在削弱警察、傷害公眾、錯誤的政策 搬隨暴力犯罪的急劇增加 不良行為者以為犯罪無關緊要 可以大膽地犯罪 不用太擔心受到打擊 巴克萊表示 紐約政策在新的危機中 犯罪率飛速增長 針對亞裔的犯罪也增加 幾天前 疑犯艾略特·Brandon Elliott 在街上襲擊65歲的亞裔婦人 她曾在20年前殺害自己的媽媽 但在2019年獲得終身假釋 這星期較早時 一對猶太夫婦帶著小孩子 在曼哈頓下城漫步 被一名陌生男子遲到行空 這名疑犯今年2月從州監獄獲釋 之前因謀殺未遂罪 復刑了9年 作為民主黨刑事司法議程的一部分 州長副莫領導的州政府 限期改革警務政策 以便與紐約民主黨自由勢力 所推動的政策更緊密契合 巴克萊說 顯然最新制定的刑事司法政策無效 我們在最近幾個月見到的瘋狂證據足夠多 儘管一些民主黨人已經承認有問題 但大多數人自知不理 任由紐約進一步陷入僵局 巴克萊說 這些人制定了州的申補釋法 現在絕大多數的罪名 不再被要求交付保釋金 這只會令局勢越來越亂 去年9月 殺人狂Samuel Ayala 阿雅拉莫名被釋放 此外 在1971年殺害兩名警察的兇手 分別在2018年和去年10月 被假釋委員會釋放出獄 巴克萊說 這個對受害者及家人來說 完全與正義相背 作為回應 巴克萊提出一項法案 加強對假釋委員會的立法監督 他說 政府對人民的首要責任是 提供安全的生活場所 但現在 那些管事的人並不能保護紐約人 好了 這一節的越南新聞節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是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